纽约时报报道 欧盟和日本即将达成史上最大之一的自由贸易协定 最快可能在本周宣布 未料在数周内完成签署 这个FTA将结合全球两大经济体 经济产值约20兆美元 占全球的四分之一 规模相当目前全球最大的贸易集团 美国 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的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日本媒体报道 东芝预计27号 将与日本官民基金产业革新机构为首的 美日韩联盟 针对晶片事业出售案 重视签约 并计划与威腾电子继续协商 寻求妥协 威腾已经在美国提诉 要求东芝终止出售案 面板业迎望季 韩系中国电视品牌第三季采购量 预估增于两成 据研调机构最新资料显示 韩系电视品牌 估第三季采购量 计增25% 中国计增27% 使得第三季电视面板价格 持稳或扫跌 台股本周将有66家上市怪公司 进行除袭 重量及全职股第一炮 台积电26号的除袭7元最受关注 市值将减少1815亿元 然后台股指数开盘争发约62.7点 不过台积电下半年营运动能看俏 Q3苹果新机上市 新变处理器拉获力道升温 资金是否填席重回台股 将签动季线 续攻万点大关 将短多公式转为中场多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连跨 新唐人亚太电视连跨